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来一起学一个关于下雨的小童谣 小朋友们出去的时候 有没有观察小蚂蚁呢 在下雨之前 是不是他们都走得很快 他们知道要下雨了 所以就要躲起来 来我们一只手伸出来像是地面 另外一只手伸出两个手指头 中指和食指 弯曲起来像小蚂蚁 再爬 这样 小蚂蚁快快爬 天空就要下雨了 我们来动你的手指头 像天空要下雨一样 天空就要下雨了 雨水打在地上的声音是什么呢 就是嘀嘀哒 嘀嘀哒 嘀哒的声音 我们都伸出了两个食指 一个食指 放在前面另外一个食指 在上面敲 按照嘀嘀哒的音节 嘀嘀哒 嘀嘀哒 地上建起小水花 因为你的手打开 像一个花一样打开 转一下打开 像一个小水花 小水花 地上建起小水花 好 动作我们写好了 我们来一起 我们来一起探一下这个童谣吧 准备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你的小蚂蚁的手指头 小蚂蚁快快爬 天空就要下雨了 嘀嘀哒哒 嘀嘀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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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建起小水花 好 我们再做一次 你的土地 和你的蚂蚁 小蚂蚁 快快爬 天空就要下雨了 嘀嘀哒 嘀嘀哒 地上建起小水 哇 小朋友们学会了吗 下雨的时候 可以在家里 一起来唱这首童谣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